欢迎收看大破坏大建设 那请问接下来是该逃命 还是一个机会 因为机会跟逃命 永远是一线之隔 那今天台北股市又再度重挫了220点 来看看台北股市 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 重挫是因为盘中 盘中我们有公布要进行锁国 从明年开始要做锁国的一个政策 那导致台北股市跌 其实不尽然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亚洲股市的一个走法 都跌 都跌 这上阵 日本 韩国 香港 香港 那当然不是说 我们从今天开始要锁国 才造成股市跌 不是喔 不是喔 那为什么美股 大涨 其实先来看一下美股的走势 投资朋友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美国股市的一个稻穷指数的走势 先看一下这个画面 投资朋友我们稍微认真的看个10秒钟 投资朋友先给你看10秒钟 定格在这个画面 你看一下这个画面 你看一下这个画面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好那我开始说 来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近期的稻穷的一个指数的走法 都是属于大涨大跌大涨大跌大涨大跌跌 再看一次 近期的稻穷的走势都是相当相当的极端 涨迁点跟跌迁点已经变成是一种常态 大涨大跌大涨大跌大涨大跌大涨大涨大跌再大跌再大涨再大涨再大跌再大涨 从这个K线的画面当中没有看到所谓出现的两根红棒 连续两根红棒是在这边 小创的新高 灌下来 灌下来 灌下来这边有人会开始跑 因为技术分析应该蛮简单的 三日不破前低 没有问题 三日不破前低没有问题 但是只要呢 只要任何的一个时间点去换算 破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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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任何的破前低就有人会跑 有没有 谈了一天隔天又破前低 谈了一天那请问今天 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 但是盘中我们已经有看到什么盘后盘 盘后盘又开始大跌 那请问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难道是 我们阿中 阿中 阿中今天不是在盘中 已经宣布了吗 我们也接下来要开始锁国了吗 对不对 投资本有没有印象在这一天 这一天正军讲什么 这一天 有空能去看一下3月10号的正军的节目 在3月10号的正军这个节目当中 我讲的非常的清楚 因为当天我拿了两张 两张的质卡 我在节目上念了好多国家 有没有 我不是念了什么法国 德国什么什么国什么国 有没有 从亚洲 欧洲 美洲 我都念给你听 我说只有台北股市跌11点 很多人都认为说台北股市的防疫做得非常好 所以只有跌11点 合理 对不对 但是正军有讲说 世界它是一个地球村 你先不要高兴的太早 因为台北股市只有跌11% 只有跌11% 对不对 当然了 一语成诚 哇 老师你好准 不是我准 那世界的趋势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我准 不好意思 因为其他股 你自己看这都跌成这样子 你说 投资朋友 我今天要不要客观来讨论事情 当这边才跌11% 我建议你不要太开心 不要开心的太早 对不对 但是当今天的同时 投资朋友 你今天看到是这种格局 这是最烂的格局 老师你刚刚不是讲 三日不破前低 然后最好要出现什么 出现连续两根红棒到三根的红棒 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这边要稍微有警觉性 但这边不见得要很悲观 非常的悲观 为什么 这条是月线 这条是月线 我没有用季线 用季线就太离谱了 季线的位置会更高 这是台北股市的季线的位置 月线 通知没有 离这么远 通知这么远 这有点夸张 这真的夸张 真的夸张 你们往前推 你们自己有空 希望待会有空自己往前推 没有看过这种 没有看过这样子的走法 但是我说我们接下来 我们看台北股市看什么 我给你看个叫融资的指标 因为我都讲过了 看这个指标 不是看K线 看K线就很恐怖 这K线有什么好看的 投资朋友 你反而看K线你会乱的方寸 你看K线你会知道你自己的恐慌性 你懂我意思吗 你看K线你不如看融资的余额 融资的余额 有没有减 有减 减了46亿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减的不够多 减的不够多 如果昨天是减 减个100亿有没有 那100亿那个线是直接到这边 就等于是一种非常垂直的瀑布式的这种走法 那我认为今天有可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这个尾盘 尾盘是这样杀的 是这样杀的 那尾盘这样杀的过程当中 那代表什么 代表台北股市今天有什么 今天有可能在尾盘 很多人是不计价的杀出 因为绝望了 为什么会绝望 因为今天已经听到阿中 阿中担中 跟你说什么 我们开始要索国了 开始要索国了 那如果你现在有在看其他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忙碌阿 你刚一定有看到最新的news阿 刚才公布的阿 今天好像新增了23例 昨天好像10例嘛 对不对 再往前推是8例 对不对 8例10例 现在今天23例 23例就要什么 就要索国了 对不对 那台北大概感染的缺人人数 大概差不多快 应该是破百了 因为我没有很注意这些资讯 这个刚刚人家跟我讲的 为什么我 我不会很注意这个 你不要认为 老师你怎么没有特别留意这些 我先强调一件事情 我是分析师 我不是医生 我不是医生 我也不是民众 我不需要去了解这些 为什么 因为我了解这些 我大概有个概括就可以了 我的内心有一个概括就够了 我不需要去了解什么 57例 62例 什么几例 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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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时间去背那个东西 我也没有时间去 今天到底增加了几例 几例 为什么 因为那个对我没有帮助 那个对我证据来讲没有帮助 如果我一直在吸收这些内容 我只会加深我自己的恐慌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今天马上扛这么多人的责任 我必须就是要很客观的去看 任何的每一件事情 所以什么增加几例几例 对我来讲 其实不是重点 重点要摆在接下来 接下来四月份 因为我现在看到四月份 为什么看到四月份 事实上台北股市 已经跌到这种相对的位置 但是大家恐慌的是 奇怪为什么国际股市还没有跌完 还跌不停 还跌不停 再看一次道琼 来 但是我要让你们去叫做 比较性的一个分析 比较性的分析 这是事前 这个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America 川普要让美国更伟大 这是最强大的美国 你看好了 这跌几%你自己心里有数 这跌超过30%了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始作俑者 始作俑者 始作俑者 中国 始作俑者 中国只有跌第一天 跟第二天 中国只有跌两天 始作俑者跌了两天 第一天跟第二天跌完 没跌了 没有跌了 没有跌了 好 那你现在是不是看到 其实近期大家都在讨论 为什么 那么 美国要连续降息六 降息六 事实上是蛮奇怪的 一个现象 就是那么急迫性 那我们请问投资朋友 这么急迫性 那么你们也看到 近期的石油 石油大跌 石油大跌 还是有隐藏著一些 背后的一些 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小秘密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嘛 就阿拉伯 俄罗斯 跟美国之间 就是美国 川普 川普的金主 川普的金主 都很清楚 就是做 页岩油的那个金主 那这些俄罗斯 这些 这些 想要趁机 把这个川普的金主 把他干掉 对不对 所以 所以这是一场石油大战 但是你们有没有观察到 就是说 很难看到到这种现象 就是股市跌 汇市也跌 什么都跌啦 债券也跌 黄金也跌 石油也跌 真的没看过 这是第一次 这什么都跌啦 通常他有一个悄悄板 有一个悄悄板 对不对 当你看到什么 国际股市 这个崩跌的同时 你看到是黄金 它是什么 逆向的喷上去的 就像你近期看到的恐慌指数 一直喷上去 是一样的道理 但为什么近期 你看到很多的现象都是 已经没有办法用正常的 分析角度来分析 这也就是近期操作的难度 非常的高 操作难度非常高 那从原先 非经济面的因素 导致经济面的因素 那我昨天也特别有提到 前年也有特别提到 还有包括一些政治上的考量 你们不要不相信 你们不要以为 就是纯粹所谓的经济面的因素 或者是说这是疫情的关系 不然你们就回答我 如果是纯疫情上的考量 那怎么差那么多 怎么差那么多 它跌两天它就不跌了 降几% 你们自己算一下 降几% 降差不多10% 对不对 那这个最伟大的 最伟大的 美国为什么跌30几% 对不对 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那台北股市 接下来怎么看 台北股市 我认为台北股市 接下来存在的是一个机会 存在的是一个机会 那近期开始 我是用这一条线 用这一条线 这条是月线 我用月线开始来找股票 为什么 找那乖离 过大的 投资朋友 待会我会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有买一档 跌停板的股票 那因为为什么用月线来看 不用季线 因为季线的位置更高 季线的位置就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太离谱那就没有办法看 因为现阶段很多股票 真的也没有办法用 纯粹的所谓的基本面分析 基本面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股票 它叫做国巨 国巨从498块 为什么从498块 投资朋友 为什么从498块 股票今天可以得到腰斩了 250块钱 那当然就是说 看基本面 这个叫外资 你们有空去看一下这三天 陈泰明董事长讲的什么内容 包括外资投信 他们讲的什么内容 这边都是一片看多看好 连董事长都看很好 外资也什么 调高平等 但是却 123 光这三天就卖了将近9000张 看好的同时 那为什么要卖股票 200 对不起 250块 注意看一下 跟498块 我们来对称一下 这边看很好 开始出现连续性的大卖 沿路就是卖 250块钱的 这个位置 他怎么不卖了 他怎么不卖了 这边是调升平等卖股票 你们接下来就仔细看 看他们会搞什么鬼 那请问他们的资料的来源 是谁给的 那你们很清楚 那另外这档股票也是重头戏 易金光 易金光今天也是跌 但是也不用太难过了 因为他从哪边跌的 他是从622 622今天最低得到326 那今天要给你们一个建议 如果近期你操作的人 请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概念 比方说我用国具来做说明 假设你今天是要来 买国具 你也是希望现股操作 政军给你们一个建议 你们开盘绝对要冷静 想买股票的人 想要做多的人 那你就是只能就是买黑的 去低接或者是去买跌停板的股票 那你想要放空 你想要反手去放空 你想要反手去放空 请你做一件事情 你也不要就是已经掐在地板上了 掐在地板上你才放空 那你就是真的就是所谓的掉漆 落残 做多那我建议你 你尽量去找低的 比方说已经到位接构低 我们今天有买了一档股票 我们来看这档股票 我稍微说明一下 这档股票 应该没有人敢买 没有人敢买 跌停板的 我们今天是包括连好朋友群组 都是在跌停板开始发的 你只要是加入政军的Telegram 我是跌停板才开始推荐 我是跌停板才开始推荐 不好意思 我们来看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跌了惨不惨 我们先来看一下 哇这是这是这是月线 怎么离月线这么远 月线在哪边 月线在186 月线在186 我先让你看一下 这档股票的月线的走势 你们仔细看一下 老师他那个 那个车子不是很惨吗 不是很惨吗 对啊 我通常都是买在最惨的位置 那我先让你看一下 三月份的成交量 他是有机会超越过这个位置 因为这一万九千张 这边大概两万四千张 所以三月有机会 会出现一个叫做 我不敢讲最低 或许还有更低 会出现一个叫爆量 三月的这个月线的这个成交量 会大过这边 会大过这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日线 日线的走势今天有没有爆量 有 感觉日线好像有量 可是股价跌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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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不停 对我最喜欢跌不停的 但先讲好哦 我从464块 我从464块到今天的105块 我从来没有任何一天 我从来没有任何一天 我有推荐过维生 我是今天在跌停板 才开始推荐 我是今天的跌停板 才开始推荐 我们来看这张股票的基本面 这张股票非常的有趣 各位投资朋友看一下 他每年的配股配息 我先让你看一下配息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这五年当中 这五年他光配息都是配的 配多少 7.998 8.976 8.5 7.4 7.6 也就是说每一年几乎都配了8块 8块 8块 这五年拿他现金鼓励 就可以拿超过40块钱 可是投资朋友 这家公司每年几乎都可以赚10块 赚10块 再看一下 他不是只有配发现金鼓励 他还有配你什么 他还有配你股票鼓励 配你股票鼓励 股票鼓励 股票鼓励 如果你加上股票鼓励 也就是说他每年几乎都是配10块 10块 今年也不会太例外 那请问投资朋友 目前的股价在105块 每年都可以赚10块钱的公司 每年都可以配10块钱的这个 不管现金鼓励加上股票鼓励 那请问本益比现在目前怎么算 应该会算吧 看我节目会比较轻松 我不会就是很兴奋 但是当我在推荐的时候 你可以仔细听 一家公司 一家公司 他从464块这样跌下来 投资朋友 光这个角度 光这个角度 你知道吗 光这个角度 你有空自己去算一下 你有空去算一下 186的股票跌下来 这样跌了多少 这样跌了 这样已经跌了40几% 如果你用最近的这个角度去算 最近这个角度 近期我们讲今年好不好 今年的200 好像257块吧 257块算这样跌下来 光这样子就跌了六成了 你往前推到400多块 那就不用再算了 投资朋友 如果每一年他都是可以很平均的可以赚到一个股本 每年都可以赚一个股本 而且他很有规律 他是真的有配 而且他是高配息的公司 他是高配息的 赚一个股本 赚10块钱都配7.6 8.5 8.9 7.9 投资朋友 看一下毛利率吧 毛利率高不高 毛利率也很高 55% 53到55% 投资朋友 一家公司 稳定度这么高 好我们接着看一下那有没有就是有关什么相关性的内容 我稍微用稍微整理了一下 每年大概配10块 赚10块也配10块 你要不要特别留意 中国的法规强制规定 现在从2020年开始已经强制安装TPMS 我告诉你毛利高是来自于这个 毛利高是来自于明年的2021 2021 日本及欧盟的标配 这个叫AEB AEB 叫自动紧急刹车系统 这个刹车系统它多好用 它其实最敏感的那个距离大概 最怎么讲 那个最短的增测的距离 甚至只有短短的10公分 它可以测前方也可以测后方 为什么明年开始日本 日本的国家明年要把汽车 将AEB纳入教标配 因为他们是比较高龄的一个社会 比较高龄的国家 年纪比较大 年纪比较大开车反应就慢 前面或许还看得到 但是后面有时候 有时候那些老人家倒车 真的是不能讲说它反应怎么样 因为年纪大本来反应就差 但是如果有强制安装这个系统 不好意思 车子侦测到后方有什么 义务的话它自动会帮你杀停 这是它高毛利的地方 这是它为什么每年都可以 这么很稳定的获利 那我刚刚都跟你们讲过了 这是法规上的规定 不是我规定 那你们都会跟我讨论说 现在很惨 因为我本来是想要推荐这一档股 但是这档股票快400块 我相信也没有什么有兴趣 和赖车 700多块的股票跌到现在 370几块 那我想说与其推荐核带车 那我不如推荐你这个 本益比现在算起来 差不多就10倍 如果明天后天再跌 就是机会 就是机会 因为操作上来讲 我不是跟你看当下 希望你今天把证据话听进去 我今天3月18号给你推荐的股票 你看一段时间 你再来看我讲的内容 你再来看看我讲的内容 那我今天愿意跟你花这么多时间 来跟你提这些 因为我接下来会开始跟你分享 比较好的标的 包括高配息也好 或者这个获利也是非常的稳定 那如果现阶段 你一直看到指数指数 那你当然就是心里会比较不舒服 我建议少看盘 少看盘 现股买再次强调重点 现股买好的股票 就不要看了 明天买好下好就离手 就不要再看了 不要去期待 他说明天 我明天买的 他明天涨停板 好开心赶快卖掉 你不要做这种事情 你不要再做这种事情 你如果做这种事情 股票市场 你永远没有办法翻身翻倍 记住今天政军讲的话 一要就玩大的 一要就赚大的 那种迎头小利有没有 不要不要赚 要就赚大的 那因为非常时期 全面吸收 就这么简单 中场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最后都是新年 各行各业交织成产业脉络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还没有加的赶快加 因为有这一张 这一张 这一张 这一张很好用 这张的右边 有些股票从平盘 怎么拉的 或者从盘下快跌停 怎么拉的 自己有方去看一下 有方去看一下 那当然 现在是属于大破坏 大破坏 就会出现大建设 我知道很多人 你们想很多 那我愿意跟你们做分享 分享分享 昨天十天 今天剩九天 我跟你分享 后面还有九天的资讯 那你可以跟正君一起同步 很简单 还是一样 老规矩老动作 把电话拨通就對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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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